嗨,大家好,我是老黄 哇,白银今天冲上22美元一盎司,达到4年新高 从今年3月份的低点,11.5美元一盎司 白银到现在已经上涨超过90% 许多人就问我,是不是现在应该平仓获利了结 我的答案是,安心持有 白银的上涨刚刚开始 未来上看100美元一盎司,都是非常有可能的 现在正是抱紧白银的好时机 现在让我进一步展开陈述 白银的走势跟黄金类似,从2011年的高点50美元一盎司 跌到2015年底的13.5美元一盎司 并一直在底部徘徊,持续了近5年 直到今年3月份的二次探底 最低降到11.5美元一盎司 之后便强势反弹,形成了超V型反转 每个人都在讨论科技股的强势反弹 但相比于白银的反弹 科技股的涨势实际上是大大落后的 NASDAQ从3月底到现在涨了50%左右 但是白银上涨超过90% 许多银矿的股票更是两倍三倍的往上涨 如果用白银作为购买力的衡量 从相对购买力的角度来说 那科技股不但没有上涨,反而下跌 DAO或SP500则下跌更多 股市的上涨完全是由与货币超发造成的价格表象 除了与黄金相类似的金融属性 白银还具有比较高的工业属性 在电池、半导体、汽车、通讯等行业 白银都具有较广泛的应用 当疫情缓和 工业生产逐渐恢复之时 白银的需求会快速升高 同时由于过去六七年的熊市 许多采矿公司并没有积极开发新的矿产资源 白银的产量实际上是在不断降低 供需已经严重不平衡 同时白银的市场相对于黄金是非常小的 所以白银的价格波动率也会比黄金更大 当黄金涨的时候 白银上涨的幅度会更大 相类似的 等黄金跌的时候 白银下跌的速度也会更快 许多人投资贵金属 黄金白银的投资组合 主要的参考指标是金银比 在今年三月份 金银比最高达到125 即一盎司黄金可以购买125盎司白银 随着白银价格的急速攀升 现在金银比已经跌到90以下 当金银比高的时候 说明白银相对便宜 那你就应该多持有白银 这幅图显示的是过去五四年的金银比 每一次黄金白银的牛市 都是伴随着金银比的下降 牛市的顶点 则是相对金银比的最低点 过去五四年的平均值 是在五十到六十左右 最低是在1980年的15.1 再就是2011年的31.6 这一波贵金属的牛市 可能持续至少两到三年 金银比很有可能达到 低于2011年的最低点 在如何投资贵金属的一期里 我已经跟大家分享了 黄金上看三千美元一盎司的 背景及理论基础 假设在这一波贵金属的牛市中 金银比下降到30 那白银的价格很有可能 就会达到甚至超过 三千这是黄金的价格 除以30等于100美元一盎司 白银现在达到四年新高 超过2016年的最高点之后 下一个目标价将会是27美元一盎司 然后上冲35美元一盎司 50美元一盎司 将会是一个比较大的心理关口 和技术阻力点 如果占上50美元一盎司 那就很快冲上三位数 看到这样的分析 你现在会不会跃跃欲试呢 所以我个人的观点 现在正是分批加仓的时候 逢低买入 长期持有 我个人是没有能力 做出很准确的短期操作判断 所谓的买低卖高 在极短的时间内 成功的几率并不是很高 在大牛市期间 黄金白银的价格会震荡上升 只要大的趋势不变 或者你不继续现金 那就继续持有 当我决定减仓归金属时 我会告诉大家的 今天的视频比较短 只是看到白银的突破 我认为机会不错 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各国政府都在不惜余力 共同打造各种的资产泡泡 希望我们每个人 在资产泡沫破灭之前 做到合理的资产组合 这样在资产泡沫破灭之时 依然能够保证自己的购买力 并获利发财 好 就这样 下期见 再见 再见 谢谢大家